北韓领导人金正恩缓缓走上台 全场北韩军人立刻起立鼓掌高喊万岁 他们是要庆祝北韩战胜新冠疫情 金正恩讲到机动处台下的军医和官兵早已哭红双眼 北韩现在准备放宽防疫限制也不用戴口罩了 只是防疫虽然胜利 南韩总统尹熙岳上任一百天时 提出以经济援助换取北韩契合的大胆计划 现在北韩也做出回应 金正恩妹妹同时也是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 金宇正公开发表谈话 要南韩不要做白日梦 不仅直接回绝南韩的提议 甚至还要隐席月闭嘴 对金宇正的强烈措辞 南韩政府表示感到非常遗憾 会持续劝说 希望北韩针对核武议题能重上谈判桌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